咖啡 咖啡 因為水分子內或自己有一個很明顯的分子間的作用力的關係 所以如果你現在把水滴在一個特定的表面的時候 那這個情況之下呢 如果從水珠形成的形狀來看的話 當水珠這個切角跟對面這邊的這個夾角越大的時候 那就代表它的表面張力越大 所以當水珠有點攤平的情況之下 那這個水珠右邊這邊的切角跟另外對面這邊的角度相對比較小 這樣的話它的表面張力就比較小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主要在於 因為你扣除掉水分子自己內 水分子自己本身它有一個作用力在 然後可是落在這個交界面這個地方 會有水跟界面的作用力 所以這兩個力量相抗能的情況之下 如果它所處的界面跟水分子之間的作用力比較強的情況之下 那所以水分子的水珠基本上會有一點塌陷的感覺 而且反過來說 如果水分子自己本身的作用力那個吸引力比較強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呢 它跟界面之間的作用力比較弱 所以這時候會有利於水自己本身聚集 所以那個水珠豎豎起來的可能性就會比較大 所以表面張力來說的話 表面張力 這是下面的會比上面的還要來的大 這樣OK嗎? 所以一般我們在觀察那個表面張力的時候 比如說那個荷葉效應有沒有 在有一些植物呢 它為了怕那個葉片的積水可能會造成兩個問題 第一個葉片容易受損 再來第二個 那個長期積水可能會比較容易讓那個植物的葉表面 感染像真菌等等 這樣可能會比較容易生病 所以像很多種作物的話 其實長期下雨 那那個表面如果一直保持超時狀態 可能會比較容易有一些黴菌感染 所以它就用一個字節效應 奈米的微細結構 然後呢 那這個表面的水珠呢 盡量能夠形成這個樣子 它能夠聚集 你就可以把那個水珠把它毀整 然後呢 接下來等到那個有一定重量的時候 可能順著這個葉子一路傾斜之後 那整個水就一口氣排除乾淨 然後順便嘛 把那個葉片表面呢 稍微清理一下 所以 這個又會牽扯到 那個植物有一種字節 表面長禮 跟自己的作用 就是把那個葉片表面一口氣做一個清除 那 所以這個現象裡面其實跟植物本身 還蠻有相關性的 就是表面長禮 那可是這是從平面的角度來看啊 如果你現在呢 把那個 平面素食之後 比如說那個鋁如果打在那個玻璃上面的時候 然後水珠會呈現什麼造成 那可能會有這個樣子 對不對 因為上面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 水自己本身會產生一個重力的這個作用 平放的時候呢 就比較單純 那你大概只要考慮 因為那個厚度不是很高 所以你只要考慮水分子自己捏路的作用力 跟水分子跟界面之間的作用力 那一旦你豎起來之後呢 又要額外討論一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重力的這個作用 對不對 所以這個水珠通常是這個造型 好 那當水珠很大的時候呢 因為重力的關係 所以直接這個往下滑 對不對 那所以反過來說 如果同樣的水珠 對不對 一個在某一個另外一個界面 它滑下來 這個沒有滑下來 那表示水分跟這個界面之間 它的引力還蠻強的 OK 好 然後在接下來再擴大來看 這個是另外一個方向的轉變的問題 所以我們再擴大來看 這是以前提過的 你現在呢 用一個容器裝一定量的水 然後呢 接下來 我們去擦 丸子 好 假設外面的液面高度 好 這話誇張一點 很多容器基本上它的水面 就是我們一般講說 這個量桶要判斷它的體積 要看哪裡 要看那個中間的液面高度 對不對 因為你邊緣這個地方的液面高度呢 通常會往上翹上去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的觀察 是以這個地方的顆度值 來判斷體積的話 那你就會告估 對不對 好 如果是以這個界面 這個地方 就是正中間 相對會是比較低的水位 來判斷那個顆度的話 會有一點點低度 那只有一點點 幸好 因為你在倒的時候 又不可能把水倒乾淨 對 為什麼兩桶 我們在判斷它這個體積大小的時候 是用中間液面 因為旁邊可能會吊起來 如果水影的話 就顛倒過來 它是會滿的凸起來 對不對 好 所以現在問題是說 如果你今天插的這個管子 是吸管的等級 當管徑很大的時候 裡面它的液面高度 大概是差不多 跟外面會差不多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上次 以前給你們看的時候 那個叫毛細管 它的直徑 內徑 低於1mm 對不對 那低於1mm的時候 就很明顯 當你管徑越細的時候 那裡面呢 水位反而是上側 對 然後這邊全部都是水 問題在於 因為你這個管子內 承受的是一大細壓 然後外面基本上也是承受一大細壓 對不對 那明明這個議題它是連續性的 那你管內跟管外都是承受一大細壓 憑什麼條件 管內的水柱高度會比外面還要來的高 所以這個高度到底怎麼來呢 而且你要考慮到這個地方 明明你水柱上去 這就有一個異面差 對不對 然後這個水是有重量的 所以你要不要考慮重力這個問題 對不對 然後怎麼能夠這個抵抗重力 把整個水柱拉上去 我通通都沒有給它額外的這個力量 對不對 所以它能夠上去 勢力應該有幾個問題 它水分子可能 先不談它是什麼問題 這個水分子應該有受到某一種力量 把它整個拉上去 對不對 那那個力量來源是什麼 先不看的話 我們光就水分子自己本身 假設現在有一個水分子 被什麼力量拉上去 不知道 但是其他的水分子 就水分自己本身的問題來說的話 就是它被拉上去之後 可是水分子之間也有吸引力 所以第一個被拉上去的 它就拉了它的附近的水分子 跟著一起上來 對不對 然後這些水分子 用在連續帶從下面的水分子 再跟著一起上來 所以一個帶著一個 就是我們所看到的 因為整個水柱的水分 它的分布是連續的嘛 所以 所以就水分自己本身內部的問題來說 這裡面所存在的應該還是一個 清添的問題 對不對 我們可以用一個 另外一種說詞 就是分子自行聚集的力量 這是一個比較粗濃的說法 但是真實的意義就是水分子之間的作用力 所以現在解決的問題是 那帶動那個最上面的水 能夠往上跑的那個力量 到底來自於哪裡 這個時候就是看這個地方 就是看這個地方 對不對 這樣的一個形狀的展現 大概可以凸顯出 當水的比例比較低的時候呢 管壁跟水分子之間的吸引力 應該是蠻強烈的 對不對 因為這裡的水位都這麼低 可是邊緣這地方的水分子被拉上去 所以表示管壁跟水分子之間 其實應該那個吸引力還蠻明顯的 可是當你的管子很粗 直徑很大的時候呢 比例上的問題 你邊緣那個地方 直接跟管壁接觸的水分子 佔整個橫結面當中的比例比較低 所以你就看到 比如吸管嘛 你不會說吸管插上去 然後到時候那個水直接溢出來 這樣 喝就比較簡單 然後 然後 可是當那個管子鬥氣 通常大概在1,2,1米下 就很明顯 對不對 管子插上去水柱就上來 所以這是一個比例問題 當管壁接觸的水分子的總數是變少的 可是我們看的是比例 那個跟管壁接觸的水分子 佔整個橫結面積上面的分子 這個比例其實是大幅提高的 所以那個吸引力呢 這時候就可以展現得出來 因為這個邊緣的地方 所形成的管壁跟水分子的吸引力 夠強 所以它就可以把這個地方的水分帶上去 也就是它 對不對 那內部的水分子就一個帶動一個 所以整個就把整個水拉上去了 所以這時候管壁類水分子的吸引力 你可以把它稱為這個附著力 因為它是附在管壁上面 對不對 這是由管壁所提高的這個力量 對不對 那最後我們所看到的就是管是越細 那個水柱的高度越高 對不對 所以就把這個現象稱之為 毛細現象或者叫毛細作用 好 這當然怎麼看基本上都是物理方面的問題 可是回過頭去看生物這個部分的話 那個尾管數 一般的細胞的大小 通常大概在10到20個微米這之間 10的六四方米 好 那這麼小的這個管性 如果它有個20微米 像木質部的這個導管的話 大概可以20甚至於再更高一點 但是還是低於m 低於m 對不對 這張管子很細的時候 對於植物來講 它就可以形成一個基本的 就是我希望在尾管樹裡面的水 好 它可以連續性格 你要讓木質部去運輸水分 首先要的條件是這個管子要充滿水 而且不能斷掉 因為這管子太細了 隨便中間呢 空一段那個空隙 是空隙進來的話 它就會造成那個類似阻塞的效應 因為管子細 好 所以連那個氣泡影響都很大 它可能會讓那個水流 流不動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希望那個木質部的水 可以順暢的這個流動 其實首要的前提是 我先得讓這個水柱 它的水是連續性分布 所以接下來再去談一個問題 對不對 木質部的水分主要被動的力量就是 當我管子的那個盡頭 對不對 出口這個地方 因為 因為增散作用的關係 對不對 管子結束這個地方 終點這個地方 水分被帶走 因為增散作用的關係被帶走 那這邊的水分損失 會導致管子這個地方 它的壓力是降低 對不對 那另外一頭這個地方 可能受到更壓的幫忙 所以這一頭 基本上那個管子的水壓 有在加增加 對不對 所以這邊壓力在減準 這邊壓力在增加 再加上 如果整個管內 它的水是連續性分布 沒有斷掉 沒有阻礙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 木質部的水就可以順暢的被帶動起來 OK 所以我們前面在講 以前在講那個微管術當中 水分的流動 基本上三個主要的力量 第一個先考慮增散 對不對 然後其次考慮更壓 對不對 第三就考慮誰 毛細 對不對 毛細現象當中 它最有力的就是 幫忙形成連續水柱 因為我們所觀察到的是 有時候那個增散作用太強的時候 就好像那個水管瞬間 被快速抽水 一抽的時候 那個地方就產生一個空隙 那空隙可能 從此就會讓這個管子爆飛 因為那個空隙不見得 你能夠把那個空氣把它拿掉 你看 它會造成在微細管線裡面的一個阻礙的效果 這樣 OK嗎 所以 談完那邊 就是談這邊 這個是你們物理要談的 叫那個物理老師要認分一點 好 那跟化學有關的就好像是認分一點 其他 所以我講也沒問題 所以我可以 好 大概就這些 好 那毛細現象是不是一定要發生在管子 沒有嘛 你看那個衛生紙 欸 你們有沒有做過那個塵膝 綠子色塵塵塵膝 國中的不是有做過一個嗎 就是你把那個綠子 然後拿那個植物的色素一直低一個點 對不對 然後把那個綠子剪一個角落 然後跑到那個酒精裡面 然後接下來那個色素就暈開 然後後來呢 還展現不同的顏色層次 沒有 為什麼沒做 奇怪 有緣在做 會啦 我們會做啦 耶 那今年很辛苦 要做一下實驗調整一下 好啦 所以我搞定了 我問你們搞定有沒有 那你們國中國小不是都有玩過那個 眼淚效應那種 比如說拿那個 汽車擋風玻璃那個潑水劑 那些土玻璃上面 小學老師不是都很喜歡玩這種小科學遊戲 就拿這個潑水劑 然後找一片玻璃或亞克力板 然後把它塗一塗對不對 然後讓你們看到那個水珠在上面滾動 就很有趣 小朋友都很好騙 那不然就是 那個拿一個那個燥杯 不是紙杯 然後拿一個蠟燭 然後去把那個紙杯下面拿 把它遜黑 你如果過你先前沒事 你就可以做這個 把那個紙杯底下的地方 用那個大廚燻黑 然後燻一層那個碳 比較細 那當然你要靠那個手 就是慢慢晃慢慢晃 然後燻黑要燻得很均勻一點 然後貼上一層碳 然後你再把水滴上去 你就會發現那個水珠聚的小火超級好 那如果再險一點過年真的沒事的話 就是把那個杯子拿來 把那個水填滿對不對 你上課不是有玩過嗎 好像不是每個班 就是你把那個 你把那個杯子的水灌到淘寶的 然後那個有一點點溢出來 對不對 然後再去找一個回溫針 然後從旁邊慢慢推進去 那回溫針是可以浮在水面上的 好 這是挑戰一 從小回溫針 挑戰到大回溫針 接下來挑戰一塊錢硬幣 五塊錢硬幣 十塊錢硬幣 你可以讓那個硬幣浮在水面上 這種看功力啊 這種看功力啊 技巧的問題就很 所以過年太險的話就玩這個嘛 掉下去的就一千塊 會不會太高 一百塊錢 開始賭 通通都掉下去了 錢就放在這地方 所以下一個誰成功了 就一口氣領走這樣子 這樣會比減紅點還要來得快 是吧 這樣非常有科學的 蛤 那你要上帳王 蛤 你要上帳王幹嘛 你在幹嘛 你知道嗎 我們在網路上賭喔 即時影響分心 大家拿著手機 然後自己準備一個杯子這樣子 然後 第一回合開始 先報名,先把名字登錄了,然後費用過年後一次結帥 好,就這麼做 OK,水之後接下來就是有記錄的部分 先從糖類開始看 預定的進度 有嗎? 那個框框的一堆補充資料自己看 有空會補,沒空就算了 是嗎? 你有沒有看不懂?不會啊? 熟悉一下,以後你們再唸原文書就沒有壓力了 大學大一一定要唸原文書,真的 你要告解你,一定要唸原文書 你可以換來三年的信 因為大一就是一直找那個中文版 那個學長解決起來的講義 你就累三年這樣子 好,所以糖類的部分的話 第一個,從它的組成元素來講 大部分的情況 多數的糖都是會用到碳清氧 然後再形成整個不同的排列的組合 那什麼樣的東西可以稱之為糖類 目前我們所歸納出來的看到的特性是 比如說葡萄坦 好,這裡先不寫 好不好,你去看找一下葡萄坦 這個補充資料裡面在... 不是 欸... 在21耶 左上角 你看看 對不對 右邊第二個 看到沒 葡萄坦 看到沒 葡萄坦 好,囉嗦的不寫 你在看那個... 21耶那裡總共有7個化合物的結構式 對不對 上排右邊那個葡萄坦 看到沒 好,然後你去看從... 哇,我是嗎? 百合的,OK 沒關係啦 就是... 萬能基,幸好化學老師已經先解決了 所以我們應該可以很輕鬆,直接用 這整個分子結構當中 你有沒有發現到處都是這個東西 就是... 你們應該有學過嗎? 有 你看有學過 這麼多年來化學終於把這個問題解決了這樣子 以前我們都講在化學的前面 今年開始終於好轉了 這本來是化學要做的事情 所以一般來說的話 糖類到底要怎麼定義呢? 有一個粗糙的定義 目前的看法是 多腔肌 是糖類化合物的常態 那糖類一般來說 第一個直覺的就是它會有甜味對不對? 所以很有可能也是因為這樣的多腔肌的狀態 刺激的那個味的細胞 然後才引發那個甜這個感覺 所以你如果真的要定義糖類的話 老師說真的很難定義 但是如果你要從這個部分 結構來看的話 以觀能肌的特色來說 它總共都是這樣子 你看它幾個單糖也是一樣 不管是三個碳的糖 五個碳的糖 六個碳的糖 基本上 從單糖的觀點來看的話 似乎都是多腔肌化合物 然後再去分 再去分 因為糖類當中 它末端這個地方 很有可能會接 有時候可能會去接 比如說 有個銅肌 對不對? 所以我們再去把它細分成 除了槍肌很多之外 它有沒有帶有銅肌 如果有就叫做銅糖 所以糖類的話 我們再把它細分成 那你是銅糖 那拳肌怎麼寫? 所以 如果它有這個 那我們就把它叫做全糖 這是從觀能肌的角度來說的話 我們可以第一個 先分成銅糖或全糖 再來第二個 從結構組成的複雜性來說的話 我們再看碳的數目 碳的數目裡面 我們可以先從單糖的觀點來看 單糖就是它的化學結構 最簡單的糖 就叫單糖 那幾個比較常見的單糖裡面 包括比如說三碳糖 三碳糖有一個糖 它是糖 可是它沒有糖的字眼 叫做甘油泉 因為很明顯看到一甘油 對不對? 甘油很熟 甘油就這樣寫而已 三個碳 對不對? 然後補槍雞 補槍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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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全部都填青 剩下全部都填青 這樣子 這是甘油 所以 你把右邊的地方換成是 那個槍雞臭掉 然後換成是犬 犬雞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 甘油犬呢 為什麼把它定義為是糖 因為它還有多槍雞的特色 所以你可以把它視為是一個三碳的全糖 那這個要介紹的原因是因為 將來我們在光合作用的時候 會提到這個化學物 光合作用的第一個產物根本就不是葡萄糖 不是六個碳 一開始就六個碳會有點複雜 所以光合作用的第一個糖其實是三碳糖 就是碳 那因為它三個碳嘛 它三個碳 所以到時候呢 你只要把兩個甘油犬再接起來 它是不是就六個碳 然後結構上再調整一下 就可能是兩個可能性 一個就是果糖 一個是葡萄糖 所以光合作用的六碳糖 初步產生的六碳糖 可能是果糖 也可能是果糖 那這個細節將來在糖 接下來 單糖裡面呢 通常我們就直接跳到 另外一個比較重要的層級 用五個碳做出來的糖 那這個糖裡面呢 有兩個很重要的 一個叫做去養核糖 因為它將來是DNA的組成材料 對不對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核糖 它會是RNA的組成材料 那接下來就是六碳糖 對不對 所以六碳糖裡面 請看文字 你們幹嘛寫 請看二十一頁下面 我單上沒有給你們 二十一頁上面 所以接下來六碳糖 我單上沒有給你們 再一次 一半 難得這麼好 先製作幫你們解決 這個沒有 這個沒有 哪一個 幹手犬呢 我 那裡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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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六碳糖裡面,三個基本的六碳糖,這一定要去記得 做顯示的字已經給你們了 第一個就是葡萄糖 然後接下來再果糖 然後還有一個是半乳糖 去看一下這三個分子的結構 那個...講給你們,但是麻煩 你現在找到葡萄糖上排的那個第二個 右邊第二個是葡萄糖,右邊是半乳糖 然後往下,第二排的右邊那個是果糖 找一下他們的差異性在哪裡 第一個,差異性 先看,全糖、銅糖有沒有差? 有,誰是那個?銅糖 我糖是銅糖,對不對? 所以葡萄糖跟半乳糖都是全糖 對不對?好,這樣馬上就分出來了 所以全糖跟銅糖基本上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區分方式 第二個區分,所以你看看上面 就是它上排其實全部都是全糖 那所以那個葡萄糖跟半乳糖它差在哪個地方? 你看看第三個碳 第三個碳的地方 因為那個拳,拳擊那個地方視為是第一個碳 對不對? 所以往下數第三個碳的地方 你看,那個槍擊白左邊跟白右邊 有沒有做過那個原子的那個球跟棒的那個組合? 對,就是我們現在是反而化成平面 那問題是在於 對於碳來說 對於碳來說 碳在地體結構上是 碳在地體結構上是 我應該跟花學老師借一下那個 這,肢體上有障礙的,沒有辦法 如果這個地方是碳的話 碳在那個空間上的對稱性呢 四個方位裡面都可以延伸再往下接嘛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去想像 另外這個地方這個碳呢 它假設是用這個方向去接的話 所以你槍擊白這邊跟轉過來白這邊 意思都不一樣 所以它是一種結構上面的液構物 所以 葡萄堂跟伴魯堂是 它是在三號碳這個地方 你把槍擊扭短一下 馬上轉到另外一個方向去 光是這樣子它就不同了 所以 六碳堂裡面 像這三個全部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你現在把它數一數 它的分子是 一定是什麼? 對不對? 所以它的存在的差異是 第一個 它到底是同糖還是全糖? 第二個 就是它的槍擊 到底是擺哪一個? 就是延伸到哪一個方向 就是延伸到哪一個方向 就決定在這個結構式的部分 這樣 OK 但是這三個有很基本的用途 葡萄堂果糖跟伴魯堂 伴魯堂當然比較不熟一點 可是 葡萄堂果糖其實很普遍 不是說 因為它在飲料當中很普遍 我現在說的是 在生物世界當中它的食用是很基本的 可是它的功能 等一下 我們到雙糖再來談 所以 從碳的樹木所形成的這個糖的基本來說 我們一般通常比較常討論到的就是 三個碳所形成的糖 五個碳所形成的糖 六個碳所形成的糖 那接下來的問題是 單糖之所以是叫單糖 是因為我們通常可以再把單糖進一步再組合 然後就可以變成是多 好 那多糖當中呢 再分 那邊 就不算 來 那邊 這邊 這邊 甚至可以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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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可以叫多 可是那個多當中呢 因為在生物身上出現的又有分成兩個不同的層級 比如說那個兩個到十個 這是個位數的 這是蠻普遍的一個範圍 另外一個是可能是二三十個以上的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等級 所以一般是我們通常會在這個多當中 再分寡跟多 這個數量真的很可怕的 比如說上百格的那一種 所以才會把那個寡這個部分單獨出來 因為這塊有它討論的意義在 然後寡當中呢 又特別去討論誰? 雙 寡當中又特別去討論雙 因為雙有三個很常見的 那三個 這以前就已經被嘗試 一 蔗糖 對不對 然後呢 麥芽糖 然後乳糖 這三個就是雙 然後雙 既然是雙 那你一定可以找到它的組成的兩個獨立的單位 對不對 所以那個蔗糖的部分呢 它用了一分子的葡萄糖 再加一分子的葡萄糖 對不對? 麥芽糖的話呢 它兩個單位全部都是用 葡萄糖 乳糖的部分呢 用了一分子葡萄糖 再加一分子的半乳糖 這時候就把那個抓進來了 為什麼半乳糖? 因為它只佔了乳糖 煮成單位一半一個嘛 因為它雙糖 乳糖不是雙糖 你看齁 那這三個為什麼要特別去提 那個蔗糖一定要去聯想到誰? 喔水果 兩個都水果啊 對不對 這看起來用植物的 這個有用植物的 唯一看起來比較跟動物有關的就是乳糖 對不對? 那你就看這邊 一個出現在葡萄糖 一個出現在水果 那有什麼不同啊? 葡萄糖不是水果 這樣子 可以理解嗎? 我覺得當初這個命名也是很詭異啊 對不對? 就是有那個嚴重的歧視 通通都是用植物來當那個命名 對不對? 但它們兩個就真的很普遍 所以普遍的原因你看 葡萄糖這個夠明顯吧? 對不對? 你看雙糖基本都會用到葡萄糖 如果你再把那個勾糖的那個 澱粉、乾糖 對不對? 纖維素加進來 你看這三個很常見的糖 是不是也就是用葡萄糖當作基本單元? 所以葡萄糖看來應該是生物世界當中 一個使用上很基本 也很普遍的一個單糖 對不對? 很好用 那接下來果糖其實也不錯 等到我們講到那個光合作用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了 因為葡萄糖跟果糖之間其實互換很容易 雖然一個是全糖一個是銅糖 可是它們在工具上就是酵素 生物提供的酵素在轉換上很方便 所以唯一真正比較有一點點 好像看起來提到的次數比較少的其實是半乳糖 因為它有特殊性 好 那先解決蔗糖 剛剛提到的 你要看到蔗糖的話一定要先想到誰? 微管素 因為它是微管素任皮膚當中最主要的糖 譬如說植物帶運輸養分的時候 它並不是把光合作用合成了六碳糖 直接拿去運輸 把它先轉變成為蔗糖 那理由是什麼? 老實說很難講 也許它是在過於簡單跟過於複雜 比如說澱粉 葡萄糖可能太簡單 澱粉可能太複雜太大 對不對? 所以折衷之下也許用雙糖 也許是一個合理的運用方式 分子量不太複雜 對不對? 那我一次運送兩個糖 這樣看起來也比較有效率一點 所以它是任皮膚裡面最主要的糖 你至少要知道這個 這樣OK 那其他就看特殊的場合 那你又講說 飲料裡面加這糖很好 這樣子加這 好 然後那個 那麥芽糖 麥芽 所以要直接先聯想到的就是 麥 當然知道麥芽很好吃啊 好 我說的是麥芽 去想到它的意思裡面 其實它是要出顯出 麥芽 就說 不是 你們的Sense就不夠 為什麼不直接就轉 你看那隔壁芽 三芽一口氣轉出了六個 六個耶 你看 對啊 就轉到一件事 好歹要提一下 蛤 讓很多人轉出啊 對啊 覺醒 對不對 對啊 電盤 那麥芽米 我會共產 記得要提醒你們專注 什麼 紫葉跟 黑入裡面 對不對 常見的儲存能量的形式 不就是澱粉嗎 對不對 那因為澱粉分子樣 通常很可怕 它那個葡萄糖的單元數目 都是幾十個 在這麽長的情況 這麽常列的情況之下 你要直接去利用它有困難 所以你要把它解決一下 就是先讓它變簡單一點 多簡單 目標是葡萄糖 因為澱粉的儲存單元是葡萄糖 所以合理來說 我當然要把澱粉解決 變成葡萄糖 然後接下來這個葡萄糖 看似 比如說種子發芽的過程當中 它非常消耗能量 對不對 所以我把這些葡萄糖 拿去氧化 產生ADP 應付那個種子生長的需求 一部分把它轉變成為 比如說胺基酸 或者是其他的有機物 這合理嘛對不對 好所以現在接下來的問題 是你想像一下 如果你現在有一條線很長 然後呢 你每次呢 就剪一公分 每次剪一公分 手上只有一把剪刀 對不對 這樣剪很慢 你要剪到命過幾年 才可以把整個長線條全部剪完 對不對 所以用一個替代的方式 假設是這樣子 這個線條呢 我每十公分剪斷 每十公分剪斷 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呢 我就有很多十公分的小線段 然後接下來一把抓起來 把這個小線段抓著一把 然後一口氣剪十公分 一口噴一口噴這樣剪 對不對 所以我這樣的效率就可以倍增 所以 當種子在發芽 賣芽 我要自己想像是那個芽 所以當種子在發芽的過程當中 養分的利用過程裡面我們就發現 事實上它會先走一個步驟 就是可能先把澱粉呢 大概先兩個剪一刀 兩個剪一刀 然後等一下呢 接下來麥芽糖 兩個單位的葡萄糖 所以下一步呢 再把它分成變成葡萄糖 可以嗎 所以這個傳統做那個麥芽有沒有 這真的是它那個麥 先有一點 就是做一點初步的發芽 然後接下來再下去熬煮 把那個麥芽糖的部分熬出來 當然那裡面會混雜了部分的葡萄糖 然後一部分的麥芽糖 這樣子 所以傳統在熬那個麥芽糖 就是麥先讓它去泡水 先做一個初步的發芽這個過程 然後接下來再慢慢熬 這樣子 這個進去的你可以自己去做看看 所以接下來乳糖的問題 這已經明白告訴你 它顯然的是出現在乳汁當中 可是那個意義是什麼 對於葡萄芮來說的話 對不對 透過乳汁提供給那個幼兒 這些養分最基本的嘛 那乳汁當然會有一些蛋白質 可是顯然的 你以糖的考慮來說的話 因為葡萄糖 這是很基本的糖 所以我要給下一代去利用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用到半乳糖 是因為半乳糖基本上 它跟神經系統的發展比較有關係 因為神經系統的發展 我們之前才講生殖的時候有提到 對不對 小baby的早期的發育裡面 其實有一個部位是非常重要的 你可以放棄很多地方的生長 比如說手腳短一點 頭大一點 手腳短一點無所謂 那頭一定有大 為什麼 先進站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對不對 我們當神經系統發展好一點 也許可以聰明一點 也許這樣子 所以小baby的前面的發展裡面 神經系統很重要 神經系統細胞的發育裡面 它就需要這個材料 那因為小baby的代謝能力 目前還不是 就是那個早期還不是那麼完善 對不對 所以有些材料太基本太重要了 乾脆就直接給它 所以它代表就是說 小baby基本上神經系統的發育 既然這麼重要 對不對 所以神經細胞需要用到的這個 這個基本的糖 那我就直接給你了 省得你在那邊換來換去 所以有點耐費 所以如果你要去看這個三個單糖的功能的話 倒不如先去看雙糖 那就可以凸顯出 從它們的發生應用的場合 來去推論它們的重量性 所以這時候你再去看 果然葡萄糖是一個很基本的糖 果糖基本上很容易跟葡萄糖互換 所以它們兩個可以作為這個替代的這個選擇 這樣 這是雙 所以葡萄當中 那萬一三個以上的那個呢 三個以上的葡 到底用在哪裡呢 這個通常是用在 如果呢 我把這些 大概比如說三個以上 十個以下 的這種單位數目的糖 然後拿去跟誰 拿去跟蛋白結合在一起 然後就可以變成是糖 糖蛋白 可能會發生在哪個地方呢 比如說今天 如果是一個病毒的話 病毒的外殼 基本組成是蛋白 對不對 可是病毒 常常可以刺激那個淋巴球 然後引發免疫反應 然後讓我們產生可能看體 然後來去對付它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發現 像有一些特定的病毒呢 但它的基本外殼的材料 確實是蛋白質 可是它常常會搭配一些特性 比如說穿插的幾個特殊的糖蛋白 像這樣子 像腺病毒 就有這個特質 你看嗎 因為我們發現 通常比較能夠引發免疫反應的 是糖蛋白 而不是其他的外殼蛋白 你看嗎 所以似乎 你把糖跟蛋白 進一步組合之後 或許 或許可以 增加它的專益性 如果從免疫系統的角度來說的話 能夠刺激免疫系統的物質 我們通常把它叫做什麼 碳原嘛 對不對 所以很多的經驗法則裡面告訴我們 糖蛋白似乎它的專益性會更強 或更明確 然後呢 就免疫系統的觀點來說 有這類的物質 就是同樣 假設蛋白質這個基礎來說的話 因為你掛上寡糖之後 似乎它的抗原的特質會更強烈 有沒有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其實很多提到的抗原 就是如果在追根究底 它很有可能 不是我們平常簡化使用的蛋白 它搞不好真正其實是糖蛋白 只是有時候我們在口頭上講 就是講蛋白蛋白這樣就帶過了 好 所以寡糖的部分的話 因為你這個寡 到底用了幾個單位的單糖 它到底是用了什麼糖 老實說我們也沒有要去勝就 但是似乎你把這個東西 掛在蛋白質身上之後 它的性質就更明確 所以 很重要 為什麼要單獨抓住這一塊來看 所以接下來的多 剛才講的動不動就二三十個以上 甚至於更長 對不對 所以多裡面呢 在一分層 多糖裡面我們在分成同質多糖跟抑質多糖 比如說 澱粉 乾糖 纖維素 幾乎都是用葡萄糖相同的單元 不同的數量去串起來的 所以如果這整個多糖分子內呢 它的單元通通都是同一種 比如說葡萄糖 那我們就把它叫同質多糖 所以同質多糖裡面至少這三個要知道 剛才講的 澱粉 乾糖跟纖維素 對不對 因為它們湊巧都是這樣子 都是葡萄糖 然後N個 那N動不動就二三十個以上 甚至可以上百個都沒有問題 像纖維素的話可以叫上千個 那如果這整個單位裡面呢 它比如說它除了某一種單糖 某一種單糖 然後它可能還要去搭配 例如啦 氨基酸 然後接下來呢 再讓它變成是多糖 那這時候整個聚合物當中 它就會穿插其他的成分 所以我就把這種多糖叫做益子多糖 所以至少我沒有學過兩個 一叫做泰聚糖 二叫做吉林子 通通都是屬於這種 大概除了糖為基本的這個組成分當中 還會穿插氨基酸所形成的短碳 然後形成一個很複雜的這個網狀的這個架構 這種糖我們就把它叫益子多糖 對吧 所以這時候同質益子這之間 就可以區分出 原來生物其實在這個多糖的運用上面 是有不同的選擇 好 OK 那這邊 請馬鈴薯 歡迎 谢谢大家